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盘骨、卵巢等等各个部位 而医生更加在2010年初的时候说 他最多只有两年的寿命 现在医生所预计的两年时间已经过去 Shirley依然有机会回来和路人 讲一下这个未完的故事 当上帝容许的时候 的确是可以超越专业医生所说的 Shirley的生命就传流了下来 正如在圣经上所说 天怎样高于地 上帝的道路是超过人的道路 而上帝的意念也高于人的意念 究竟上帝要如何使用Shirley的生命呢? 好,不如和Shirley聊天前 看看她上次和我们做访问的一些片段 这种骨痛真的很痛 我痛了两个月,睡不到 它痛的时候 它好像骨裂开那样痛 它是突然间那种痛 你打一个黑痴 你可以蹲在地下十分钟起不了身 我很痛的时候 反而在家里游游 就算痛 如果我一生都会那么痛 我是不是什么都不做 痛都我都担着堂梯 我都照游游 被我的老公罵我的 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有各样的挑战 不要说得那么大口气 有挑战就会面对 不是,有挑战就会面对 不是,有挑战就会靠着神来面对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所遇到的事情 不是因为我容易 所以我不担心 我遇到的事情 是比可能很多 未信耶稣的人 遇到的事情更加困难 但是我能够 能够去告诉别人 其实可以用一个平安的心去面对 好,感谢我们的上帝 我们将平安延续 Shirley又平平安的 来到我们恩与同路人的录音室 让我们安心一下 知道你的病情是怎样 好吗 我刚刚去完 你们可能在过圣诞节 做了两个scan 一个是Bone scan 一个是CT scan 肚腹或者肝脏 四周围 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转变 不过卵巢的扭 就大了 但是另外就是 说我那些崩 就是在那些骨头里面 有很多的cancer 就慢慢开始 有少少的结肖的状况 但是医生说 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 他说骨头的cancer 就很少说会没有了 除非是Miracle 我相信 我深信会有Miracle 但是就是好像我这样的情况 仍然cancer有在 但是医生说 多了少少看到是结肖 医生说可能对药物 就是药物本身 也对我有帮助 我不知道上次我没有说过 就是我们 我有cancer 有那个小小的骨痛 我已经是觉得是很大的神的恩典 就是我在痛的时候 其实我更加体会到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 钉十字架那种痛 就是我的小小痛 不算是什么 但是现在晚上 就不是骨痛起床 晚上是因为要吃那些药 变了是一个更年期的情况 成身汗 很热的 晚上突然会起几次身 就喝口水 就很快就睡了 感谢神了 你当时也说 你不让你的焦点 是被这些痛苦折磨你 你是用神的恩典来 覆盖着这些痛苦 其实也看到神的恩典 在这一年里 给你有特别的保守 大概是2011年的11月尾 就应该是我的医生 对我说我是圆了 我的心里 根据专家的医生 根据专家的医生 根据估计 到底是估计 除了你接受西医治疗之外 我也知道你在一些食疗 或者其他方面 得到帮助 是吗 我很感谢神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我在病的时候 有些朋友来给一些资料我 我很感谢神的恩典 就是神给我的东西 很多时候 我自己是 可能我的人是感觉到快些 根据我自己的身体 而根据有其他人 看书去知道一些东西 其实很有帮助 是可以用这个做一个原则 然后神是计算 做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分析 我们就自己的感受 还有我想最重要 好像你以往跟我分享 就是你依靠神的心 听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很受鼓励呢 如果你在病患当中 真的很盼望你能够 像Shirley一样 有上帝跟你走过那段日子 和不断的来到 给一些你意想不到的 帮助给你 Shirley也曾经说过 她说 有绝症不是痛苦 不过 有绝症没有主耶稣在心里 才是痛苦 是你吸我 是你吸我 每天力量 面对得失挫败 有你安慰我 从事前路进行 天分暗 狂风雨下 是你 是你吸我 每天力量 是你不分就夜 爱我 体贴我 每刻归着我手 是人为 从不间断 长路终于我 同行 是你 好啊 多谢Shirley 和我们 说一下你的病情 到底都是 我们叫病人 但我侧问 Shirley 都挺忙碌的 不如和我们 转一转 又不说你的病情 说一下你过去一年里 你生命里的经历 如何忙碌 旁边的人说 其实 如果 我有时候 也想一下 如果计算我 如果要上班 又要照顾家庭 又要 做好家庭的角色 其实 如果 我是一个 不用上班的人 而我能够去到 一些地方 和别人分享福音 其实我觉得 这种 即使是叫做忙 都是忙得很开心 现在的人 很多时候 工作 而工作之后 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恐惧 譬如我回短孙 我过去短孙 就是回早上 九点钟左右 大概是三点半到四点钟离开 回短孙 是做些什么的呢 我们通常就是 早上有些 读书 学习的时间 或者早上就是 祈祷的时间 下午就派报纸 或者出去不同的商场 和别人说福音 或者我们去不同的地方 有时会安排到老人院 我们去跟老人家分享信息 我过去圣诞节 那时就是最忙的时间 因为刚好有些人 搞一些圣诞报道会 那些 那些 弟兄姊妹就邀请我去 他们的聚会那里分享 所以加上短孙工作 加上 那么巧我可以 神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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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书的时候 有很多信息一齐出现 我过去12月的时候 真的是最忙的时间 但是也很感谢神 所有的忙都是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神的心意 为了荣耀神 觉得忙得很开心 我深信这个忙令我更加在很多情况下 更加看到原来神愿意用一个软弱的人去做他的工作 Cherry,你最初入读这个短孙 在短期宣教的课程和实习 你是当时怎样会有这个念头 为什么你会选择把你的时间摆这么多在这方面 当时我有时间,其实我的人也不太好 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也是打算去读一些法例的课程 而且这方面的课程,军队是会付钱的 我甚至报了,报了读这些课程 但是我就跟那个课程的计划 在这里聊天的时候,他就说 如果你病的,你最好就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先 他就不赞成我去读 但是很感谢短孙中心的彭斯姆 我一告诉他,我想来读短孙 他说,好啊! 那我就告诉他 但是我常常都会病的 我说我常常都要打针 我打完针,我会很辛苦 我告诉他,我又要定期回去军队检查牙齿 又要定期回去军队那里 来到去见医生,拿架子 其实我会有很多时间 可能遭遇了你的课程 他说,不要紧要,你来吧! 所以我有机会去短孙来读书 所以有机会去读 读了半年的时间短孙 本来我打算读两年的 但是神有另一个计划给我 所以我读了半年 非常受用 非常受用 在我的人生里面 这个半年的时间 很帮助到我 见到每个人 我怎样去和他开声 去说全福音 如果你不放手某些你已经有的东西 你永远都不得到神 为你预备另一样的东西 其实当我进入短孙读的时候 令到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是我没想过的 就是我以前很害羞 不敢说 在别人的身边 不知怎样说 不知从哪里入手好 这个障碍就打破了 因为每天都要出队 每天都要跟别人说 我现在发现 原来传福音 能不能传到 是一个习惯 原来你天天出去 跟别人传福音 你就习惯传福音 原来你一习惯了 你就不是在短孙读的课程里面的时间 你都会跟别人很自然地分享到 很大的提醒 Shirley 其实我们人 除了跟别人说 关于耶稣的事 传福音 不习惯 始终不走出这步 就永远都不敢开始 是的 其实很有趣 你看看我们的人 不是害羞的 但是一说到福音 就害羞 我们跟别人说 哪里有好衣服 哪里有好东西 哪里有好东西 我们说得很自然 滔滔不绝 说两个小时就可以 一说到福音 就不行了 就自己尴尬 在这里 这个叫做不习惯 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我在这个课程里面 这个是我的很特别的 一个没有想过的收获 想抒发内心的屈杰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 416-788-3322 给我们 习惯了跟别人说福音 不如跟我们说一下 你特别在出队里面 你一定是遇到各式不同的人 是 可不如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你有机会 是跟他们说福音的时候 遇到一些例子 其实给你很大的激励 又或者有些 给你很大的挑战 都跟他们分享一下 我曾经去过一个老人院 有一个伯伯 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那天是我分享我的见证 我说完之后 我走过去跟他聊天 我问他 伯伯你信了主没有 他其实 他基本上是不能说话了 他的椅子是特别设计 好像躺在那里 我说伯伯你信耶稣没有 他用很大力的来跟我说 他说 是 可能信了这两个字 他都未必容易说得到 他只是说到是 然后他就开始流眼泪 然后我就告诉他 伯伯你不要想着自己睡在床上 神就不可以用你 我说你睡在床上 你也可以跟其他病友去代讨 神仍然用你 他就很大声哭了出来 然后他就说是 所以我自己看回 有些人 去到这样的阶段 仍然想着如何是奉神 但是有些人 我不是有些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 真的有一个困难 我不是批评其他人 但是在我们 在这个世界生活 真的好像在 以色列人在埃及 被法老在折磨的那个时候 我们很想离开那个光景 但是我们不知如何离开 所以在一个这样的白白身上 你看到他 没有任何可以移动的机会 但是他都用尽一切的机会 希望他告诉你 他是信耶稣 他可以在思想上 来为其他病友祷告 来让其他病友 有机会去信耶稣 有机会得着这个恩典 在他有生的时间 所以我自己觉得 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今天我们可能 在很舒服的环境 但是我们未必是 最愿意去将这个福音 去传给其他人 又或者不是不愿意 是不习惯 有个婆婆 我一走过去 她已经想打我 可能她生命上 有很多不如意的事 又或者她本身的人 是有些控制 我一走过去 她已经想打我 我跟她说多两句 她已经很大脾气 但是我仍然在她旁 我就说 婆婆我为你祈祷 那我就跟她祈祷的时候 我就说 愿意神 主耶稣基督的平安 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进入你的心里面 不要让到这些不平安 来到占据你的一生 不要让到你在这个年纪里面 仍然要带着这么多的不平安 那我就一直为她祈祷 我睁大眼看着她的眼来为她祈祷 她慢慢开始笑 她又说国语 她后来就慢慢开始愿意 让我坐在她旁边 来翻译台上高讲的东西 然后她都叫台上的讲员 你们愿不愿意去 缺制信耶稣 她就在那里拍下手掌 所以我也很感谢神 因为有很多被我看到的 也是很暴躁的人 耶稣基督进入她的生命里面 原来可以让她有一个 如此磁场的笑容 我们的福音真的很有能力 Shirley 在你慢慢建立了 这么好的习惯 很乐意很主动和别人分享福音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经过这段时间 你感受得到 和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和别人分享福音 最重要的是 当你开始和她说福音的时候 如何将神在你的生命里面 如何有神 有基督 有救恩 在你生命里面 真是这样活现出来 你将她 将你的见证加入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吸引 很吸引 因为是神给你的 那个财产是神给你的 这个财产是神给你的时候 你将它融入 这个救恩来说 是很活生生的道 能够将这个道 带给别人 来帮助其他人去认识神 Shirley的身份转变很多 在香港做过警察 他是去防治 去撲灭罪恶 以及维护法纪 来到加拿大 有机会做军人 军人的使命宣言是保卫和平 患病之后 他做一个抗癌勇士 他仰望无限的上帝 勇敢面对死亡 而且能够克服身体上的痛楚 现在他又不断地做全呼音的使者 充分地运用上帝所赐给他 这些生命的经历 去跟别人说的时候 就有故事可以说了 不过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说故事当中的故事 就是我们的上帝 上帝的公义和爱 以及他拯救世人的真实和震撼 他已经跨越了所谓的生命限期 Shirley究竟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呢? 当我2009年患癌症的时候 军队立刻派了一些人来我家 就给了两本厚的福利书 我看 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 我可以得到什么福利 如果我不离开这个世界 我又可以有什么福利 那两本书我放在这里 我没有看 因为我知道真的 我的一切好处 不在耶和华以外 不在我的神以外 所以我最重要 我不是看那两本书 我有的时间 我看圣经 我将神的说话 再去思想 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看 那两本书 但是很有趣 就是刚刚过去的 2011年大概是11月 军队的上级很紧张 他一定要我去上一个课程 就是三天的课程 上这个课程 他在这里解释很多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福利 给我们听 就是一些专业人士 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福利 听完之后 原来我知道 我是可以去读书的 可不可以读社会员 他就说 我怕其实读神学 他未必会一口答应你 还有你当时 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想法 读什么 有没有 没有的 只是因为去到时候 他这样说 我就这样问一下 然后我拿了资料 我就写好自己的 读书的计划 我可不可以读神学 的遥距课程 他说 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这个慕迪神学院 是在美国的 我们是不会支持你 在美国读神学的 你可不可以选加拿大 可不可以Tinder 我说 好 因为 当然是好 可以真的进入课室读书 我也很感谢神 因为我第一个星期开学 或者第二个星期开学的时候 我跟神说 哇神啊 读不了 我真的很难 我觉得 有些 我已经想选择一些 比较容易的科目 比如 音乐 就是说是音乐 一些很基本的音乐 但是原来 那个基本 也不是基本的 我当时 我跟神说 哇神啊 真的很难 跟着神就在一个崇拜上提醒我 他说 你现在去读我的说话 你觉得我是没有能力教你 读得好的吗 我又想说 是的 这是你自己的说话 甚至说 就算这个不是你的说话 世界上高有很多的东西 有什么是神不知道 是不能教我的 你开始读这个神学 你有什么目标 特别的目标 你自己看到将来 自己会计划去做的 神很特别的 在我的过往经历里面 神在圣经里面 神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神是 神是开始 神是终结 所以神的开始 神的终结 未必好像人所看 但是总是好的 在我一进去军队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知道 军队有军牧 因为在我们做学员的时候 军牧是我们接触很多的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除了一个教会 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坐 可以少少躺下地坐在这里 其他的地方都不可以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很累 我们又不可以在自己的房间睡觉 因为睡觉被人捉到是会罚的 所以最好的地方睡觉 差不多都是在教会里面 很多时候一有什么机会 就会走进去 那我做学员的时候 我都会有想过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军牧 就好了 我就可以把握这个时间 去和很多学员 他们有很多困难 他们有现在的处境 现在的困难 很想找人去倾诉 很想找人去帮助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军牧本身有很多的职责 有很多的身份 甚至可能是很多其他的 我们所说的 比如天主教 基督教 以及一些东正教 可能都是同样的 一个军牧去处理那些事情 所以军牧的工作 其实是不单单 在一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 只是去帮一些基督徒 或者不是帮基督徒 而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 去工作 而在军牧的 可能是要处理一些 其他我们平时 不是那么熟悉的宗教 我在当时做学员的时候 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军牧 其实有一件事 甚至无可能 我丈夫也未必知道 这件事 当时我去跟军牧说 他们军牧是很不足够的 所以我就问他们 我说 可不可以让我去读神学 然后他问我 你现在多少岁 我说我现在40岁 当时我是40岁 接着他说 40岁 你读4年 再加3年 再加木会 你到8年 你差不多50岁 才可以正式做军牧 他说我们不会投资 那么多钱 在一个到50岁 才可以进来做军牧的人 所以他一口 就差不多都拒绝了我 我当时 我一路走回去那条路的时候 我就不知为什么 伤心得那么紧要 我就很大声在那里哭 我就说 为什么呢 阿神 华藏那心中的一个月 希望尚处听得到图告 唯愿直探爱应许来愿 自尚图告 仍然梦想感天不对现 仍然念一处天天扩大 从来被改当天的信念 仍然口高 我要高兴清责护身 下给我全意的满温 是但泪顺靠下给我的救人 像我旅有美丽人的满载 我们的生命二线电话号码是 416-788-3322 但是今天回头 原来神有另外一条路 都同样带我去这个方向 但最终是否真的走进去做君木 我仍然等神自己的心意 Shirley刚才提到你有这个意念 说想将来做君木 在那时你已经患病 我仍然患病 我仍然患病 仍然患病 这么早的时候你在军队的时候 就是你那时候想 唯一可以放松一下的时间 就是在军队里面这个教堂 对 放松 那君木其实就可以利用那段时间 就是和人最放松的时间 就是去关心心灵的需要 对 你就是很向往 希望能够做到这个角色 嗯 很早就弯牙 那无论如何 你隐隐约约 或者很清晰也好 你现在的学习都是朝向这个方向 Shirley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提到很多人都在身边鼓励你 都成为你一个动力之一 无论是家人或者其他人 是 是 家人就是 譬如 丈夫 女儿 他们每一个 就是他们 很多时候 我说的 他们很愿意 即是立刻都会帮助我 其实我这样的性格 就是 不是很容易去和我合作的 譬如 我的清洁程度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做了这么久 就是军人 做了警察 其实我被训练 我本身我的人都喜欢整齊一点 那样东西 就是摆了在桌子两天都没有人认领 我会扔掉 我希望不会有一样东西 摆在桌子那里 而第二天又会有另外一样东西 一个星期之后 如果加四口 就会有二十六件东西 摆在桌子那里 Jerry 会不会在这些生活习惯 这些小节上 其实都显示了你的心态 你生命里面 要有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不必要的东西 你都很能够忍心 就把它排出生命以外 不要在我视线以外 即是很撇脱的 会不会是这样的 有些人会跟我说 有些人会告诉我 你的生命 你的看东西的态度 和其他人不同 你看东西很多时候 看到好那一面 很多人一有事情的时候 只是看到坏那方面 他说已经是不同了 会令到整个结局都不同 我亦都会明白到 原来是有其他人 有他的障碍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看东西 可以看到好的方面 有很多人对我的鼓励 就是告诉我 我好鼓励他 如果我能够说一些东西 是能够帮助其他人 是鼓励到其他人 我觉得是最鼓励 最鼓励我 所以有些人跟我说 你这样的身体 你应该休息 我说 其实我出去 传福音 我出去将神的说话 去说给其他人 听的时候 这是对我最好的治疗 因为我开心 看到人能够得到救恩 而我的开心 是因为 这个叫喜乐 是良弱 我们人体的东西 很多东西 都跟神的角度不同 我们人体的丰富是淺 神体的丰富是祂的恩典 我们人体的喜乐是去玩多少 但很肯定 你玩完之后 你有大堆首尾要执拾 甚至你要稳定下一笔的钱 来继续玩 你不会喜乐 只不过是哄自己一时间 我记得你说过 你人生的目标的目的 最重要就是 去认识神 是 那Shirley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特别是过了这一年 你对神的认识 又去到什么阶段 我对神的认识 仍然是没有最大的进步 但是我对自己的认识 多了很多 我对自己的认识多了很多 就是我看到原来 我都是在很多的情况下 都很多忧虑 可能有很多人 看到我 已经觉得 你已经是很不忧虑的了 我自己看回 其实我自己 都还有很多忧虑 因为有很多时候忧虑 神突然给了一句说话 就是说 我会为你预备 我过往如何为你预备 你继续去 在我的心意里生活的时候 我继续为你预备 神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又在忧虑 原来忧虑是不发觉的 你不知道自己在忧虑 甚至你忧虑觉得是正常 你觉得应该是这样忧虑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帮助 是应该 就算忧虑也会慢慢减 还有可以转化 还有在忧虑当中 如果有你 好像你所说 有那个醒觉的时候 我们更加知道 我们很需要神 是 我怕 憑着想 持续相信 对未来仍然 深信主必定看顾 憑着想 不便地相信 原是他叫我这样经过 像我秒小若果 神灭每天看顾我 如果你想知道 主耶稣可以如何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 打电话来跟我们聊 我们的电话是 416-788-3322 所以如果你说我生活得很平须 如果你是真的生活得很平须 而是因为你是好好依靠神 你是好得到神的能力 帮助 以至到你生活得那么开心 那么平须 我就觉得很恭喜你了 当你在生活平顺的时候 这个时间 神给你 是好好地 在字面上高 起码好认识他 当有一些困难来到的时候 你就深入一层 就在你生命里面 认识这位神 所以在字面上高认识了 也不代表你认识神 但是你在生命上 当你有一些困难 一些麻烦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 继续用圣经 来守着这个原则 来过你这个难关 而你当你过到 这个就是你最好的 神给你最好的礼物 好 那我们也来回一个 不可以避免的话题 死亡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也听回Shirley 当日如何回应 当我问到她说 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有没有些害怕 忧虑 甚至流眼泪呢 全部都是有的 就是忧虑 看到家人的 有些迷茫 这些全部都是有的 不过我的时间会短很多 因为当我这些时间出现的时候 我会安静在神的面前 就是圣经有一句说话很好的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神有时会答复我 刚才我所说的 我照顾你也照顾得这么好的时候 我怎会不照顾你的儿女 怎会不照顾你的丈夫呢 我照顾他们 一定比你照顾得更好 如果我真的要离开他们的时候 我可能会伤心 但是我们有个盼望 就是在永恒里面 我们一定会见面 生命就算只有两年 都可以很丰盛的 如果我今天去和人分享 我能够改变到一个人的生命 这个已经是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的生命 嗯 那Shirley今天又怎样说呢 如果说我已经没有死亡的阴影恐吓 其实就不会了 因为 不是说我很害怕死亡 只不过是说 她仍然在 我怎样是不理她 而且我很喜欢我自己 不会以为我自己有很多的将来 因为原来你以为你自己有很多时间的时候 你会乱用的 所以我时常有一个思想 就是我不是活在死亡的恐吓里面 只不过我是在 我知道原来死是随时可以临到 是神是一个掌管 如果神今天 祂给我仍然有这样的生命气息 我就仍然这样去活 但是如果神要拿我回到天家的时候 我又会很喜欢 因为在天家 是神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地方 所以圣经里面说一句话 无论你活活或死 总要叫基督在你里面照常显大 无论是生或死 其实死亡可以是很帮助到 推动人的生命 亦都可以死亡可以令到人很消极 你就是取了积极那方面 我不知道半年后 一年后是怎样 但是我就根据上帝给我的导引 他既然给我这个机会 带我有机会去神学院 来进修的话 我就把握时间 我就尽力 是的 好Sherry 我也想请你 总结一下 人生这些高高低低 这段时间 很有意思 也不容易走过 你回头望 包括神由你的职业开始 患病 到现在我们说要和神 和人分享一下神的恩典 我觉得神的恩典 或者给你这些 将来你会发生的事 不代表中间没有困难 只不过可以告诉你 中间的困难可能很多 我给你这个盼望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知道这位神 多么真实 很多时候 那个盼望 好像我们人造出来 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尽管向神求 我自己在我的经历里面 就是 应该神是给你一个vision 而这个vision 是带领你 当你在困难的时候 你就会回想 神是那个自有永有 神是那个alpha and omega 神是 神说的东西就算数 所以祂一定带领我走到去终结 祂要我去的地方 但是这个过程 就是在人生里面 我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是看着神给我一个目标 是给了我的一个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 你那个异象 神给你看见的一种 不是人都明白 很多人甚至可以说 很多人都不明白 但是你如何在 很多人不明白的里面 仍然去活出来 就成为神给你一个 很大的祝福 我唱唱 神大爱 神喜有难成的事 人生路 人生路 尚异点 你话语叫我永不动摇 在世间 能与你 迷了路有主人道 尚语叫我永不动摇 尚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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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铂 尚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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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们不要太伤心 因为我去到天堂 我看样样东西都是很新奇的 我就会在这里嘩 那里嘩 那里又嘩 我一直在看东西的时候 我很快就忘记了你们 因为在一个女士 或者一个男士进入音响店 一个女士进入时装店 她们不会记得自己的丈夫 或者不记得自己的太太 或者太太在外面等了很久 她觉得一会儿 所以太太在外面 或者丈夫在外面 她在口里很享受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看这些东西 都可以有这样的效果 何况我们上到天堂 所以当我真的上到天堂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不要太伤心 因为我上到天堂 真的说真的 我真的只顾着看美丽 不一定 还记得每个人在下面 为我受伤心 痛苦 流泪 但其实我们在天堂上 的确是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的确是有这样的知道 我们相信耶稣 如果你说你不知道的时候 只不过是因为 在你生命里面 的确经历不到 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工作 或者是 的确经历不到 神的实在 你在一个人生里面 你经历不到 神的实在 在死亡 在天堂 在地狱 这些你就不会觉得是真实 如果你在地上高经历 神实实在在 天堂地狱 变得很真实 所以其实在这个世界 我们的生命是 给足够时间 我们认识神 给足够时间 我们去 神托付我们应该做的事 我们应该做到 但是如果你花了 已经很多时间 在这个世界玩 做很多其他事情 没有一个时间太迟 神可以 出一句声 就可以造成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时间太迟 任何时间 都可以被神利用 人生路 尚起点 你话语 叫我永不动摇 都好多谢Shirley 回来和我们说 她这个未完的生命故事 没错 日光之下 没有新事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掌管之下 医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神叫世人老虎 使他们在其中受到经验 上帝定意留下Shirley的生命 让她生命故事可以继续延续 Shirley她寻求上帝的心意 用她的时间 她将来能否 如她所愿 在军队里面做军牧 做安慰 做鼓励的工作 我们都不知道 不过Shirley她说 一切看神的心意 各位订阅朋友 我们的嘉宾Shirley 她无据死亡 因为她有一个永恆的盼望 在天堂上 我们的生命二线电话号码是 416-788-3322 今天我以下也送给你一段 是关于天堂 或者说天国的事情 那我交给嘉嘉何嘉丽 和彭锦威传道谈谈 圣经马太福音18章一节五节 那时门徒前来问耶稣 天国女谁是最大的呢? 耶稣叫你一个小孩子 站在他们当中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回转 变成像小孩子一样 一定不能进天国 所以凡谦卑像这小孩子 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 凡因我的名 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 就是接待我 在马太福音18章头的几节 跟我们讲 天国里面是哪一个最大的 这个比喻 耶稣就和门徒说了 有关在天国里面 究竟哪个是大 哪个是小 嗯 其实呢 在这个世界上 和门徒的圈子里面 都是一样 很多时候 都可以讨论 究竟哪个是大 哪个是大 哪个是大事呢 好啊 根据马太福音18章 那里这样讲 门徒就来到耶稣的面前 问 天国里面 究竟哪个是最大的呢 耶稣就叫个小朋友 来 站在他们中间 耶稣就说 我实在就是 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就不能够进天国 所以凡谦卑 好像这个小孩子 他在天国里面 就是最大的了 嗯 在这里又要问一下 如果直接解释 就好像说 如果我们要好似 回到小朋友的样式 嗯 那我们在天国里面 就最大了 但是如果说真的 我们没有理由 回到小孩子 人只会的年纪 或者经历 是越来越长大的 是 但怎样我们可以 回到小朋友里面呢 意思会不会 不是我们的外形 乃是我们的心智 或者其他呢 这个问题 问得相当之好 因为人只会 越来越大 怎样能够变回 做小孩子呢 呢 我们留意耶稣基督 他当时 说的那句话 他怎样说法 耶稣他就说 你们若不回转 成为小孩子的样式 这个回转呢 其实在我们 跟随耶稣的情况里面 我们经常都说 回转就是conversion 嗯 一个转变 嗯 一个转变 一个转变 换句话说呢 就不是顺着我们 一直这样有的发展 来做 是要呢 某程度上呢 回转头 有少少像呢 在以外福音 耶稣基督呢 曾经跟一个 官 叫做尼哥底母 讨论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 人要重生 那当时呢 这个尼哥底母 都提到 哎 难道我回到 妈妈的肚子里面 再生多一次出来 那么 耶稣的意思就是 你误会了 那个意思 什么叫做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 convert 如何把它转化 这个呢 强调的是转化 人本身就不是小孩子 但是呢 主耶稣就说 人要转化成为一个 好像小孩子 那样的样式 不是变成小孩子 而是有这样的样式 这个样式的意思就是 就是我们不再 很成熟了 我们呢 要退后 而是呢 特别是针对着 小孩子那种的谦卑 那小孩子有什么 那么谦卑呢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 不知道 他有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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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很多事情 都要靠大人去帮他 做决定 帮人扶持 那意思就是 当如果我们要进天国 耶稣要告诉我们 知道 我们要认知到自己的那种 无依无靠 我们不是靠我们那种的经验 能力 甚至善行 宗教 来到进天国 嗯 而是呢 好像一个无依无靠的人 只能够 靠着外在的力量 帮助自己 来到去呢 进入天国 嗯 简单来说呢 就是 从头来过 那我就记得呢 我以前呢 讀structural engineering 讀结构工程 嗯 那 建一个建筑物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知道 基础打得很重要 基础打得不好呢 上面又很隆隅 所以呢 有一次 老师问我们一个题目 你作為一個工程師,你出到工地的上面,你發覺你要建一棟摩天大廈 然而它下面的根基就不適宜建摩天大廈 不過很不幸地,這個工程已經展開了,並且已經建得不太矮 那你作為一個工程師,你怎樣做呢? 隨時可能重新要拆過,行不行呢? 其實沒有其他選擇,除非你打算建成這麼多 因為如果大家建建建,大家都知道基礎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基礎不行的時候,你就不能夠達標了 如果你的基礎不是用來建摩天大廈,你最多建十層 你用十層的根基去建摩天大廈,這棟摩天大廈一定會塌 而且很危險,將來發生的後果大家都不知道 類幾類人,所以耶穌就不是叫所有人 回轉成為小孩子 耶穌只說那些想進天國的人,要變成小孩子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進天國的話,我們就要記住一件事 我們不可以靠自己過去的任何東西,來進天國 要像小孩子那樣,牽著大人的手,來走他前面的路 這個就是所謂變成小孩子的樣式,其中一個我相信是比較容易明白的解釋 那會不會就是當我們想認識神的時候,我們都要放下自己一些救我的經驗 而重新可能在聖經裡面,去重新去認識這位主耶穌是誰 慢慢慢慢打好根基,去更加深入在這個信仰裡面成長呢? 這個可以都是一個很貼切的解釋 因為很多時候人們帶著很多包袱進入去走耶穌這條路的上面 所以往往他所認識的那個耶穌,他心裡面的耶穌 其實根本就不是聖經裡面的耶穌 最近看一套電視劇很有趣,就是講一個中國的古人 因為不方便講他的名字,免得好像幫別人賣廣告那樣 那個古人就扮演了另一個人的角色,去到一個社群裡面 那個社群就個個都說,我認識這個人的,我認識這個人的 然後就把那個人所有的一些文獻,一些什麼的認識都搬出來 那就令到那個本人提笑皆非 原因是什麼呢? 就因為這個根本就不是他自己 根本其實整個群體都沒有人認識他的 但是個個都說認識他,還說很熟 還有很多他自己的文獻、墨稿那類的東西 但原來呢? 原來眼前就是他自己本人 所以根本很多時候我們覺得我們要認識耶穌 不單止說我們已經跟隨耶穌之前有很多對耶穌的誤解 就算我們說我們跟了耶穌之後 對耶穌都有很多誤解 是 從某個角度來講,我們每一天都要再重新 洗乾淨的眼睛去看耶穌基督究竟是誰 我們單是從這個比喻的背景就看到了 那幫耶穌基督的門徒已經跟了耶穌一段時間 但是其實他們都未曾搞清楚究竟耶穌是誰 謝謝彭全道 好,願神致福給你,拜拜!